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有感觉,谈谜,未知世界,我是杨阳 破解大脑之谜和破解宇宙之谜一样,是难度超乎想象的一件大事 由美国科学家发起的《人类大脑计划》已经让包括中国在内,全球多个国家参与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进一步破解大脑中众多无法解释的谜团 而意识就是其中最棘手的一块 意识到底是如何形成的? 能不能让意识与大脑分离,让意识在另一个地方运作呢? 关于这些问题,已经难倒很多的科学家 如果人类能够将大脑的生物结构,用另一种可行的材料模拟制作出来 或许就有机会让意识嫁解到外界中 而让意识分离肉体的想法,或许对于人类长生不老 甚至提高意识的思维能力有帮助 目前,科学家通过观察大脑中的神经元活动来发现意识是如何形成 而观察的结果远比科学家想象的复杂 意识在大脑中的形成不仅仅依赖于某个大脑区域,而是更多的地方 如果意识的形成与运作的支撑结构能够被科学家破解 那么意识的转移或成为一种可能 而人类或许会进入新的科技时代 但有另类的猜测却认为,意识其实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神奇物质 大脑只是提供的能量和运作的结构 而意识因为其独立性,在人类死亡后会自行转移成另一种物质 甚至进入另一个空间 所以呀,目前研究意识的方法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创新和切换视角了 不过呀,想让意识和肉体分离是个很大胆的想法 而且还是很难很遥远的事 人类或许要在破解大脑之名之后才有更多的希望 好啦,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谈命运之事件,我们不见不散哦